很多人都会将相似的车型进行比较 那么就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把EUROS和Q8放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下面就来看看将两辆车放在一起对比是啥状况吧 我看过之后直呼奥迪可怕 兰姆基尼的EUROS是它的第一款SUV 自从上市以来热度一直都很高 这款车的设计偏向于跑车风格 反而看不出够多的SUV影子 第二国外就有车友将奥迪Q8和兰姆基尼的EUROS放在一起比较 比较之后才发现奥迪是这样的伤害 再来看看外形方面 这两款车的外形设计总的来说都很帅气 但是奥迪明显细节方面做得更用心一些 它在家族细细的前脸上添加了一些细节设计 车子看起来更加有鹰派的感觉 而兰姆基尼的第一款SUV EUROS做得显然没有奥迪的好 两辆车尾部设计同样比较相似 都沿用了各自家族的设计 各有特色难分重薄 再来看看内饰方面的比较 兰姆基尼的内饰设计更有跑车的感觉 设计风格更加运动化 这样的设计在SUV中还是比较突出的 反过奥迪Q8 它的内饰设计效果显然没有兰姆基尼EUROS那样战烟猛烈 奥迪Q8的设计风格总的来说比较符合SUV的特色 运动风的同时又有一些家居的味道比较贴近生活 总的来说兰姆基尼EUROS和奥迪Q8的外形比较来看 奥迪Q8的设计相对更细节化一些 而且奥迪Q8的设计比较EUROS更加有SUV的风范 EUROS在这些方面做的比奥迪Q8差了很多 不得不说第一款兰姆基尼SUV还是有一些噱头的成分在 奥迪Q8能够和兰姆基尼的第一台SUV同台竞技不落下风 这也难怪网友们都说奥迪这么可怕了